現在我跟各位講 大家一定要看為什麼 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全人類最重要的 歷史文物大搬家 哇 埃及啊 埃及啊 小豪 埃及歷史大家都知道 不管今天我們108課綱 再怎麼爛 還是會告訴你說 埃及有6000年的歷史 對不對 埃及是最古的文明 4月3號 你知道埃及幹了一個什麼事情 什麼事呢 叫做古文明大搬家 他把什麼 22具木乃伊 幹嘛 去搬到 他本來是放在哪裡 開羅的埃及博物館 他的博物館就是Egypt Museum 埃及博物館 他們現在蓋了一個 你知道在東南方5公里的一個地方 蓋一個新市政 就是蓋一個完全新的 那戰地好像聽說有十幾英畝 這麼大 好大的一個 而且恆溫 恆濕 最重要的是控制 那裡面的細菌的 就是滋生的程度 整個一個現代化的非常科學的博物館 好像吳俊氏的感覺 對沒錯 就叫做埃及國家文明博物館 全名是這樣 是 好 那個全新的博物館成立了3號的時候 埃及總統賽希親自帶隊 像嘉年華會一樣 這國家大事啦 木乃伊耶 22巨木乃伊 其中包括18巨法老跟四位女王 OK 好 大家看一下這部車啦 這是不是嘉年華會啦 還有古號樂隊啦 對 還有還有 還有那個什麼 這個就是嗎 對對對 這個就是 一具一台 一具一台 一台車 然後所有的輪胎打了氮氣 氮氣幹嘛 要防止那些什麼細菌 或什麼空氣進去 對不對 又防震 橫速就是說 時速好像只有不到10公里 慢慢開 怕萬一震的話壞掉 對對對 這都進不起震 不要說進不起震 根本進不起讓你搬洞 所以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專家都覺得 還是要搬啦 可是你不要搞得這樣子 場面那麼浩大 幹嘛 對不對 才剛剛發生 然後他這個 還裝了避震器 就是讓他們 盡量能夠減少震動 因為雖然說 他們都已經經過 處理的木乃伊 但是他們還是很怕 現代的東西 光是空氣 粉塵 濕度 那些都有差別的 OK 好啦 這麼快樂 轟轟烈烈的 就把它搬過去了 搬過去裡面 有一具最重要的 也就是 拉美希斯二世 拉美希斯二世 為什麼最重要 為什麼最重要 我先簡介一下 拉美希斯 他是什麼時候的帝王 你可能聽過圖坦卡 有 對 那也聽過拉美希斯 但拉美希斯二世 他是埃及 整個六千年歷史文明裡面 應該是 如果以現有出土的歷史裡面 拉美希斯二世是埃及 在位最久的皇帝 大概多久啊最久 67年 比乾隆還久 還久耶 他是什麼時候什麼年代呢 他是西元前 還前耶 前 對啊 聽清楚 西元前1279年到1213年 總共在位67年 好啦我們講半天 西元前1200多年 是相當於台灣什麼時代 不是台灣啦 中國啦 中國歷史什麼時代啦 我不知道 1200 1000多年 對啊 相當於商朝的時代 這麼久啊 商朝初期的時代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什麼 這個時代 你說這麼久以前對不對 3300年前對不對 3300年前是埃及的 新王朝時代 新王國時代 對 前王朝 古王朝 中王朝 新王朝 新王朝 他其實 拉美西斯他就是 第18王朝 就是新王朝的皇帝 開頭的皇帝 所以說 你就曉得說 拉美西斯他在世的時候 是埃及最強的時候 等到他一過世 他過世就摔落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當一移動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說拉美西斯 他一被移動 還有其他的法老 被移動之後 埃及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那不是說嗎 我看電影都有講啊 你只要去動法老的古墓的話 會有詛咒的 對 真的有還假的 真的有詛咒 所以馬上火車對撞 你說當天嗎 不是當天 隔了幾天火車對撞 這都有靈驗的 為什麼 你只要移動了我的東西 你只要動我們法老的靈寢之後 其實老實講 你侵入就已經大不盡了 你還動我對不對 果然火車對撞 這個大概是我們泰魯格事件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接近 我們泰魯格事件不是 大概是2號的時候嗎 他在就是說 就是說這幾天之後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北埃及火車互撞嘛 對不對 然後 我們的長四號 長四號 一艘郵輪卡住 你不要把他叮擋 我長四號就給你攔在蘇伊斯運河 雖然蘇伊斯運河距離尼羅河 還有一段距離幾百公里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他們還有很多奇奇古怪的事情 他們要停電 開羅還發生停電事故 你知道 所以就 都是在前後發生的 就覺得說 你要動我們法老的靈寢 就會招致這麼多飛來橫禍 長四輪你知道現在 啊不是啊 9億美元 塞了一個禮拜之後 終於通了嘛對不對 現在好啦要付9億美元 為什麼 我看那個陣容棄船呢 就日本那個船東 他一定會說 為什麼他說 沒有啊 你在這邊賭了那麼久 我們的經濟損失有多少啊 還有幫你修理啊 四艘拖船 幫你拉出來啊對不對 所以說 這樣我們精算的結果 你要賠我們9億美金 那我跟你講 裡面那個 全世界最孤獨的怪手 有司機有沒有分到一毛 我們就不知道啦 對不對 好 再來 就笑話一折啦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說 圖坦卡門的靈寢 我們剛剛講他說 為什麼這是有詛咒的 因為圖坦卡門是在 1922年的時候 這個陵墓被發現 那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就是1922年 喔 那很久以前啦 離我們很遠沒有記憶 很久遠嘛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 就是英國人出資 就是在突然在帝王谷 發現了圖坦卡門的 靈寢的時候發現 哇 這個墓實在太棒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怎樣 墓還有很棒的 太棒了 對於考古來講 它的價值 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因為它沒有被盜墓 喔 就是整個埃及 剩下它的墓還沒被盜就對了 對 很完整的一個 非常完整 所以你知道圖坦卡門這個墓 它進去的時候發現 哇 大家看到這個黃金師生 人面像對不對 在它的臨寢的官廓旁邊 好端端的擺在那邊 它真的是黃金官廓 那等於是上天賜給這些 不支支不倦的 這些考古學者的一個 天外飛來的禮物 它竟然沒有被盜過 你知道嗎 所以說當圖坦卡門的墓 被發掘出來的時候 在考古學上的意義非凡 1920年代 除了林白那時候飛越大夕陽 最大的事情就這件 是喔 新聞最大的事件就這件 好 那它這是誰 卡納逢伯爵 英國人 他在旅館之中 為什麼會神秘的去世呢